西伯来书第三章 所以,有份于天上照选的诸圣弟兄啊, 你们应细心想想, 我们公认的亲使和大司祭耶稣, 对那委派他的是怎样忠信, 正如梅瑟在他的全家中一样。 他本来比梅瑟堪受更大的光荣, 就如修建房屋的人, 比那房屋理当更受尊荣。 不错,每座房屋都由一个人修建, 但那创造万有的却是天主。 梅瑟在天主的全家中的确忠信, 不过他只是臣仆, 为给那当要宣布的事作证, 但基督却是儿子, 管理自己的家, 他的家就是我们, 只要我们保存由妄德所生的 衣室和荣耀, 坚定不移直到最后。 为此,圣神有话说, 今天,你们如果听从他的声音, 不要再心硬了, 像在叛乱之时, 像在旷野中试探的那一天。 在那里,你们的祖宗已考验试探了我, 虽然见了我的作为, 共四十年之久, 所以我厌恶了那一世代, 说,他们心中时常迷惑, 他们不认识我的道路, 所以我在怒中启示说, 他们绝不得进入我的安息。 弟兄们,你们要小心, 免得你们中有人起背信的恶心, 背离生活的天主。 反之,只要还有今天在, 你们要天天互相劝勉, 免得你们有人因罪恶的诱惑而硬了心。 因为我们已成了有份于基督的人, 只要我们保存着起初怀有的信心, 坚定不移,直到最后。 经上所说, 今天,你们如果听从他的声音, 不要再心硬了, 像在叛乱之时。 是谁听了而起了叛乱呢? 岂不是梅瑟从埃及领出来的众人吗? 四十年之久, 天主厌恶了谁呢? 不是那些犯了罪, 而他们的尸首倒在旷野中的人吗? 他向谁起了事, 不准进入他的安息呢? 不是像那些背信的人吗? 于是, 我们看出, 他们不得进入安息, 是因了背信的缘故。 因此,